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今天在结束市政行程之后 到南投埔里跟农民座坛 期间不忘炮打中央建设不足 不过侯友宜这趟到南投 虽然跟县长许淑华同台 又跟前县长林明珍碰面 破除不合传闻 但却没见到挺郭派的 南投县议长何胜峰 大旦新鲜白香果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来到果园与农民座坛 受访期间也不忘炮打中央 没有积极协助农民 果农们非常的辛苦 要改善水源不足的 要增加蓄水量 希望未来侯友宜当总统 这些问题都要快速的解决 侯友宜在县长许淑华陪同下 来到南投参访 行程还算顺利 而先前在立委补选时 传出因侯友宜关键时刻没站台 而跟侯结下新结的前县长林明珍 也在子南宫和侯友宜同框 破除不合传闻 不过想要拯救第一名民调 必须整合郭寒势力 而最近到底有没有和韩国瑜联系 一如往常回应 有联络 侯友宜整合挑战多 就连已经退党的南投县议长 何慎峰也以出国为由 没有亲自接待 在出国之前我们有通过电话 议长跟我们之间的联系都不会有问题 统统都是有电话联系 国民党7月份全代会迫在眉睫 党内凝聚力却还没有完全到位 记者曾荣誉成 三五成 刘崇文南投 采访报道